王雅芳58岁 丧偶 退休金1200元 住房面积60平米 性格内向腼腆的王大姐 是在女儿的陪同下 一起来见红娘的 虽说红娘也能理解 第一次上电视 紧张都是很正常的 可是毕竟是相亲 红娘在王大姐的脸上 却没有看出来一丝丝的高兴 反倒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相亲本来应该是个特别热 是个好事 是个好事 我怎么感觉你就心事重重 还一副感觉被逼的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你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我妈心事重重 她心事不就对我这儿骂 但是其实我妈性格很好的 她也挺开朗一个人 就是让我和我儿子脱累了 脱累了 脱累 为什么王大姐的女儿 会用到这个词呢 看着红娘疑惑的表情 王大姐女儿 很是大方地告诉红娘 不远处的那个男孩 就是自己身患自闭症的儿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的妈妈王大姐 才会牺牲自己的幸福 选择一直陪在他们 母子俩身边 吊胎包就好 出现就红是吗 对 一直红是吗 从啥时候发现 孩子有问题了 三周岁 三周岁吧 三周岁的时候 因为她不说话 那会儿不懂 医生跟我说完 家里边也没有电脑 也没有智商手机 我也不懂这儿 咋回事这儿 王大师说 你这个状态挺好 我跟你说完之后 你居然都没哭 也没怨天有啥的 反正我是医生 其实我不懂这咋的事 他我跟你说 在我说完之后 他从来都没跟我说 就说这个自闭症 这孩子就只能这样了 他这事都没跟我提过 他瞒得我 可以趟我上火 我就硬不着大孙子能好 我是那么想的 王大姐跟我们说 自从大外孙两岁的时候 被确诊为自闭症 女儿的婚姻 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如今孩子快十岁了 这八年当中 他和女儿带着外孙 跑遍了北京上海 最有名的医院 其中遭过的罪 流过的泪 还有经受过多少身边人 异样的眼光 他都一一记在心里 他又怎么会忍心 扔下女儿和外孙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呢 我是那么想的 你说我走了 他娘俩 这么大个图 一时有上忙 我故意能整容 这妈跟起来说 还能帮一把 那么早晚有天要放手的 不可能让我儿子 一个人出来两个人的 我妈要是帮我再带着孩子 然后两个人 都因为孩子就这么拖着 那肯定不行 为什么一定要 慢一个大一个呀 而且就是我妈多辛苦啊 我爸也来的时候 送我爸 现在又帮我伺候孩子 就是伺候老 伺候小 多不容易是不是 听了王大姐女儿的一番话后 红娘才知道 原来王大姐的丈夫 当年也是因为患了脑脊 倒下的 叫散发性脑烟 白城的那时候 就他得病的时候 那个专家诊断的 就是白城科 白城地区就散力 他就怠着了 就几岁小孩 那个质疑的感觉 他好都不几岁小孩的质疑 我爸当时就像小孩一样 他照顾我爸六七年 然后紧接着 这又帮我照顾我儿子 就其实哪有多不公平啊 对他来讲 都说好人又好爸 最起码他照顾我爸之后 他应该会有好的 因果循环报应 是不是 但是到我这 又这样 自从1993年 丈夫被确诊为散发性脑炎 到1999年丈夫离世 整整六年 王大姐从无怨言 原被以为生活会是公平的 可是从外孙被确诊为 自闭症的那一刻开始 王大姐就像 被重新套上了枷锁一样 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也渴望过 能有一个肩膀 让自己靠一下 哪怕是一下也好啊